台風紅霞明天登陸菲律賓屢送島後 加速北上 最快明天上午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日震食品公司的綠豆驗出 農藥殘留超標 問題綠豆已經封存 下架回收 台北市連任委員會 建議北市府移送前市長馬英九 柯文哲表示還要再演繹 英國國會大選保守黨取得 過半席一次卡麥隆連任 首相成功多數閣員留任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5月9號 公視晚節新聞 我是尹馨怡 先我首先來關心的是 台風的最新動態 周都台風紅霞 目前距離俄倫比南南東方 920公里 朝西北方向前進 預計在明天上午登陸 菲律賓旅宋島之後 會轉向朝台灣的東部海面 加速北上 影響台灣最大的時間 是在下周一 最快明天上午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但是呢 發布陸上警報的機會不大 不少遊客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準備登船返回台灣本島 因為颱風正逐漸接近台灣 交通部航港局已經宣布 往返台東南語的客輪 從10號周日起到12號下周二 將停駛三天 颱風一進來的話 可能船要停開很多天 所以說大概要五到七成的客人 這個檔期 氣象局表示中度颱風紅霞 目前距離俄倫比南南東方 920公里 往西北菲律賓旅宋島方向前進 預計今晚到明天登陸旅宋島之後 就會逐漸北轉 沿著台灣東部海面北上 預計最接近台灣時間是在下周一 因此氣象局最快在明天上午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但是這個颱風恐怕對南部 旱向水情幫助不大 這個颱風主要的降雨 還是其中在東半部還有橫村半島 所以對南部的降雨來說 還是比較局部跟零星 對水情的幫助還是有限 氣象局表示目前看來 紅霞只會略過台灣東部海域 發布陸上警報機會不大 不過台灣沿海受到颱風影響 東半部會出現長浪 到海邊民眾要特別注意安全 記者台北台東綜合報導 颱風還沒有來襲 不過桃園復興鄉卻發生大石崩落 壓壞小吃店屋頂的意外 今天凌晨台七線44公里處 有一間原住民開的餐廳 被從山上滾下來的三顆大石頭 給砸中了 屋頂鋪了個大洞 索性沒有人員受傷 還好是因為在凌晨之後才有石頭掉下來 然後還好是不在白天營業的時間 因為在白天營業的時間這樣的話 就是可能會有造成到人員的傷亡這樣子 還好信心是在凌晨的時候 小吃店後方的鐵皮屋頂破了個大洞 可以見到石頭掉落的力道很強大 當地居民是人心惶惶 目前道路已經搶通 而這處小吃店是許多騎自行車 以及路跑的民眾的休息站 這次遭到大石砸中 也將連帶影響到業者的生計 日正食品公司南投廠前天自主送驗 向上游廠商買來的綠豆 結果有三批驗出歐沙松等兩種農藥殘留超標 日正進貨是9700多公斤 已經賣到只剩下401公斤 台南市政府一早也追查上游的年貫公司 確認這批綠豆是來自於緬甸 目前問題綠豆已經封存 下架回收 衛生局人員拿出封條 把堆到天花板的綠豆全部封存 這些綠豆來自緬甸 台南的年貫公司 分別在去年和今年 總計進口245噸 到今天一早 已經出貨到只剩52噸庫存 才被下游廠商驗出有兩種農藥殘留 業者有提出所謂的自主管理合格 但是這個南投的報告是不合格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已經抽驗 綠豆我們基本上已經請它下架的 這個廠區的52噸以及封存 業者說自行檢驗是合格的 不了解下游怎會驗出農藥 台南市衛生局已經在做抽驗 而發現綠豆有農藥的是南投的日證公司 雖然日證公司是在自行檢驗後主動通報衛生單位 但當初向年貫購買9700公斤的綠豆 已經分裝成小包裝賣到只剩401公斤 它是分裝成五種小包裝的商品在市場上在販售 那我們進場去查核的結果 在它的廠房裡面只剩下有兩種小包裝的商品 兩家廠商都被要求在明天中午以前完成下游產品下架 並且陸續回收 另外嘉義市第三波抽驗花茶和中藥 也在旺季公司的枸杞和草本一組的黃菊花 驗出農藥殘留 除了封存 衛生單位也正追查上游來源 記者王界村陳顯坤綜合報導 台中捷運上個月發生缸梁掉落的公安意外 台北市長柯文哲經營到台中 跟台中市長林佳龍討論後續的處理方向 林佳龍表示必須修訂三方協議書 柯文哲則允諾 必要時北捷可以到台中市議會來備詢 而罹難公投謝光輝的家屬 也在會後跟柯文哲會面 來到台中市府 台北市長柯文哲帶著北捷相關人員 批示密談將近一個多小時 兩位市長針對上個月10號 台中捷運的重大公安意外 釀成四死四傷的慘劇 交換意見 台中市長林佳龍指出 所有將修訂三方協議書 也再加強台中市府的監督角色 復工涉及到勞動部跟相關的要求 這個部分呢我們希望說北捷也能夠提出 有關於工程安全的一個查核的一個作業要點 林佳龍表示 除了要北捷提出工程的查核安全要點 也將檢討目前的作業程序 確保安全無余之後才可以復工 而柯文哲表示 除了將檢討整個施工和進攻機制之外 如果有必要也允諾北捷可以到台中市議會來備詢 整個SOP重頂 那再請林佳龍市長去安護一下 不過我們會很誠懇地檢討 如果說林佳龍市長再去解釋 還不能擺平 那我們就只要硬著投票來 柯文哲表示 何時復工並沒有時間表 會確認安全之後 再按台中市府進行討論 而罹難公投謝光輝的妻子 也來到市府向柯文哲陳情 表示事發至今 承包的中綱構還沒有和解 讓他們不敢再接其他工程 生活快出了問題 柯文哲允諾將在一週內 請中綱構和家屬和解 隨後也轉往醫院 探索還在休養的兩名受傷的工人 用行動強調台中捷運的公安事件 一定會負責到底 藉由林健森 彭煥群 台中報導 大巨大案爭議不斷 台北市聯軍委會昨天認為 前台北市長馬英九 突立遠雄市政明確 建議北市府移送法務部爭辦 同時也傳出下一波 就要辦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馬總統表示 一切依法行政 而郝龍斌重炮抨擊 柯文哲利用體制外的黑機關 進行政治鬥爭令人不恥 柯文哲表示 聯軍委會只是建議 不見得台北市政府一定要照做 天氣行狼 馬總統戴上專用安全帽 騎著單車漫遊在舊草嶺隧道 正對大巨蛋案 台北市聯政委員會建議 北市府將他移送法務部爭辦 馬總統強調 一切依法行政 政治迫害呢 我們一切依法行政 你想到刑警嗎 不會不會 總統府前一天也嚴厲聲明 將前市長馬英九移送法辦 是刻意政治迫害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啼笑皆非 現任的總統 說他遭到政治迫害 我是覺得 對我來講是有點啼笑皆非 而聯政委員會提議 移送的這一步 外傳下一波就要辦 國民黨副主席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郝龍斌痛批台北市長柯文哲 利用體制外的黑機關進行政治鬥爭 亂放箭傷極無辜 令人不齒 聯政委員會所有的成員 他夠不夠專業 他有沒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柯市長不能躲在 聯政委員會背後放案件 放冷件 這樣一個用黑機關進行政治鬥爭 我個人不齒 柯文哲也回籍 聯政委員會就是好市府時代的 聯政速貪中心 只是換了個名字 服案委員比例變多 聯政委員會他只是建議 也不見得台北市政府 就一定要照做 至於 不過我要先聲明 聯政委員會真的是 獨立作業單位 這個 我都沒有去管他們 或被移送馬總統 柯文哲還要再考慮 周一和法務局財政局 討論後才會做決定 但郝龍斌強調 柯文哲口中的五大案 已經經過司法機關 檢調及監察院調查 連市府法務局局長都公開承認合法 痛批柯文哲利用欠缺公正性的黑機關 進行政治鬥爭及新聞炒作 記得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 處理違建跟大巨大案 接連引發爭議 台北市都發局長林中明的大學同學 也就是建築師阮信月 最近接受雜誌專訪時 批評柯文哲將權力胡亂擴張 自我膨脹令人害怕 今天林中明出面反擊說 柯文哲的評價交由歷史決定 該批評一定要被批評 但是聽起來你覺得他的批評 都是因為他不了解 我覺得錯的蠻多的 台北市都發局長林中明所反駁的人 就是自己的大學同學 建築師阮信月 日前阮信月接受雜誌專訪時提到 原本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看到柯文哲上任後 將權力胡亂擴張 法規認定都以他為準 自我膨脹的令人害怕 對此林中明今天出面反駁說 市府的政策都是討論出來的 絕不是一人決定 交給歷史來決定 市府是想做事 還是權力擴張的一群人 阮信月也批評柯文哲 處理大具檔案 重新制定新規定 讓建築界整個傻眼 無所适從 要林中明拿出專業良心 但這一般說法林中明也不贊同 阮老師從來沒有參與任何一個討論 他的假設是錯的 我自己認為知識分子 藉由口述寫那句話 我不認為這是對的 林中明說中央雖然核定大巨蛋逃生計劃 但法規仍有檢討的空間 而阮信月則是在臉書PO文 表示對柯P的意見已經說明清楚 不再受訪回應 擁有建築專業的林中明和阮信月 這對同窗好友碰上柯市長的施政作風 則是有不同見解 記者蔡桂林 陳信隆 台北報導 英國保守黨在國會大選取得過半席次 卡曼隆成功連任首相 多數格員獲得留任 卡曼隆在唐寧街發表談話時強調 將促進團結繼續執政 不過蘇格蘭民主黨這次大勝 在蘇格蘭59席中南瓜了56席 未來可能會再度推動獨立公投 英國大選結果正式出爐 保守黨在650個國會席次中取得331席 選前民調和保守黨不相上下的工黨 只拿下232席 聯合政府中的自由民主黨調到只剩8席 蘇格蘭民主黨則是一舉從上屆的個位數 躍升到56席 保守黨在激烈競爭中意外取得過半席次 也是改黨自1992年來首度掌握國會多數優勢 將可單獨執政 卡曼隆見過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後 玄機忙於重組新內閣 包括內政財政外交國防大臣都獲得留任 不過自由民主黨閣員 包括商業部長及教育部長等人 都必須立命人選 卡曼隆在盛選演說中表示 將會舉行是否蓄留歐盟的公投 同時維持英國的團結 同意給予蘇格蘭政府最大的權力 不過蘇格蘭民主黨表現亮眼 橫掃蘇格蘭選區59席中的56席 成為英國第三大黨 可能會再度推動蘇格蘭公投 至於慘敗的自由民主黨黨魁克雷格 挑戰勢力的公黨黨魁米勒班 以及未能保住自己議員席位的 獨立黨黨魁法拉吉 都在8號閃電磁聚黨魁已是負責 而保守黨繼續執政 掃除選前不確定因素 使得英國股會在聯盟演出上漲的慶祝行情 不過未來是否能繼續提振經濟 仍將是卡麥隆的一大挑戰 記者都昏迷不到 巴基斯坦軍方一架載有19人的直升機 8號在八國北部山區墜毀 造成7人死亡 使者當中包括挪威跟菲律賓大使 以及馬來西亞跟印尼大使夫人 八國塔利班激進組織一度宣稱 是他們用飛彈打下飛機 不過八國軍方表示 初步調查發現是機械故障 失事的直升機墜毀後 裝上一所學校建築 冒出大量濃煙 8號這架載有19人 包括多名外國使節及其家屬的 巴基斯坦軍用直升機 原本是要將賓客送到八國北部 吉爾吉特山區一處滑雪勝地 參加纜車啟用儀式 不料途中在諾馬爾村墜毀 造成挪威和菲律賓大使 印尼和馬來西亞大使夫人 兩名駕駛及一名機組員等七人不幸丧命 根據報導 當時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也搭專機要前往同一地點參加活動 得知這起事故後 他隨即折返八國首都 八國塔利班激進組織一度宣稱 是他們用飛彈打下飛機 目標是要暗殺夏利夫 不過八國官方已經駁斥這種說法 初步鎮定是飛機降落時 發生機械故障造成的 兩名罹難大使的遺體 已經送到八國拉瓦品地 一處軍事基地戰時安置 五度有偶的 美國一架載有四人的小飛機 也在亞特蘭大一條高速公路上墜毀 機上無人生還 目擊者指出 當時飛機機頭試圖爬升沒有成功 飛機墜毀撞到安全島後 冒出巨大火球和濃煙 所幸沒有傷及地面車輛 記者都昏迷不到 現在我們將鏡頭轉回國內 帶你來關心的是 在母親節前夕 卻發生單親媽媽帶小孩自殺的事件 台東一位34歲的媽媽 昨天晚間7點多 帶著11歲的長子 坐在鐵軌上 被火車撞擊 當場死亡 警方調查發現 這個單親媽媽疑似有憂鬱症 照顧兩個孩子身心俱疲 才會走上絕路 得知女兒帶著孫子握鬼輕生 老夫人來到現場氣不成聲 事發的現場 有摔碎的手機 散落的運動鞋 這名34歲的單親媽媽 兩年前離婚 帶著一個11歲跟6歲的兒子 回到台東持上娘家 疑似有憂鬱症 加上照顧有智能障礙的長子 心力交瘁 所以帶著兒子走向絕路 看到民敵煞車都來不及了 他也沒有跑的那個跡象 因為母子坐在火車轉彎處 司機員看到後 緊急民敵下車但已經來不及停止 母子當場被撞死 又在增添一桩 希子自殺的悲劇 台灣已經是所謂已經是開發中的國家 這種悲劇不應該發生 鼓勵所有在困境中的母親 一定要勇敢走出來 她沒有達到平民戶的資格 所以在這邊我要呼籲政府 能夠把這個放寬 這種敬評者也應該伸出援手 社福團體呼籲 單親媽媽應該勇於求助 尋求支援 除了政府也希望國內一些慈善團體伸出援手 共同幫助需要幫助的家庭渡過難關 記得綜合報導 同樣是單親媽媽 但是卻有不少人選擇堅強地走下去 接觸弱勢單親媽媽的表揚大會上 有十位勇敢最強的單親媽媽 母親父子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 依然勇敢面對人生 來看看她們的故事 二十年前從印尼嫁來台灣的甘小姐 丈夫在四年前因為癌症病逝 留下一對雙胞胎女兒 一家三口經濟重擔 全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於是她母兼父職 一天兼做兩份工作 每天工作都超過16小時 而且全年無休 她說為了讓孩子受良好的教育 她決定留在台灣 好好教養他們長大成人 同樣也是單親媽媽的孫小姐 因為丈夫外遇而離婚 原本是家庭主婦的她 為了賺錢教養兩名子女 她開始學習各種拼貼手工藝拍賣 還取得相關證照 不過近來由於家族遺傳的罕見 視網膜病變發作 讓她視力急劇退化 幸好有貼心的孩子一路陪伴 才讓她有勇氣走出婚便 和健康亮紅燈的陰霾 可是我的小孩就一直都很貼心 因為就是我在走路 可能會撞到可能會跌倒 那我的兒子女兒 就會很貼心的提醒我 媽媽這邊有階梯 然後這邊有障礙物 媽媽我愛你 根據內政部統計 台灣的單親家庭 已經超過40萬戶 尤其弱勢單親媽媽 常常是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 因此今年國際單親 兒童基金會 特別選出10位 傑出弱勢單親媽媽 給她們鼓勵和支持 希望她們的未來 能更勇敢地走下去 記者賴說明張子佳 台北報導 教育部微調 高中社會國中的 國文課綱引發了爭議 為了釐清外交的疑慮 今天呢 這個開始呢 在國教院台北院區 展出新版教科書 以公民跟社會為例 現行版本是以人權為主題 就是以台灣的白色恐怖作為例子 課綱微調之後 尊重各個出版社 要舉別的例子也可以 並沒有刪除 課綱微調惹議 教育部首次拿出新舊版本教科書展示 公民與社會談到人權保障與立法 六家書商的舊版本 有五個以台灣白色恐怖為例子 在新版本 翰林 全華 龍騰與三名 四家書商繼續引用 他事實上是說 他只是提醒 提醒這個出版社的編者 是說你可以用這些例子 引導你去寫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編者覺得 我有更恰當的例子 你當然可以改換其他的例子 強調台灣白色恐怖 不是因為課綱微調 從內容刪除 而是各書商有編輯權利 國教院審查時也予以尊重 此外許多字詞的使用也保有彈性 歷史科有版本寫 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 也有版本寫 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 日據跟日據 這其實是簡化用詞 那我們只要你注明說 你使用這個日據或日據的 這個簡稱的用法 我們基本上會尊重出版社的使用 希望釐清外界 對這次微調課綱的誤解 國教院還出動 十多位工作人員協助說明 只是現場相當冷清 效果恐怕有限 記者林曉慧沈志明台北報導 檢驗後的1991年5月 發生一起調查局人員 進入清大校園逮捕學生 還有三名校外人士 這四個人被指控涉嫌違反 懲治叛亂條例 但是後來卻引發了後續學生 集結佔領台北火車站的世界 清大畢業生廖建華與團隊 拍成紀錄片 末代叛亂犯 試圖要還原歷史 1991年台灣雖然已經解嚴 不過威權的陰影依然籠罩台灣 清大學生廖偉成在同年5月 被進入校園的調查局人員帶走 另外還有三位社會人士 陳振然 王秀慧及馬桑 也通通被指控參加獨立台灣會 密謀叛亂 涉嫌違反懲治叛亂條例抓走 引發社會嘩然 原來調查局還是會抓人的 還是有判斷這件事情的 不是開了國事會議 說要總統直選 說要國會全面改選 就會沒事的 這部探究獨台會案 事件始末的紀錄片 末代叛亂犯 是導演廖建華的作品 片中取得許多珍貴畫面 包括學生不滿白色恐怖 在起集結遊行 佔領台北火車站 導演強調 最希望呈現出社會運動的多元面貌 現在的一些民主自由 當然它是 它一定不是白來 它是很多人的一個爭取 而且它並不是一些所謂的 领袖或什麼 它就可以成功的 它其實有很多基層的人 然後大家一起合力 最後聚集在台北車站的強大民意 比政府不得不讓四人交保釋放 而立法院也三讀通過廢除 懲治叛亂條例 但導演廖建華不希望社會運動中 大家只看到檯面上的英雄 他試圖貼近運動的真實面貌 讓更多人了解那一段真切發生的歷史 記者 你們吳家寶台北報導 台灣海洋資源豐富 但到底有多少海洋生物還是未知數 屏東海生館有位副研究員 何宣信他長期到漁港 從漁船誤捕沒有經濟價值的 深海雜魚當中 找尋研究樣本 多年來他發現了 台灣深海棄魚的多樣性 幾乎是全球最高 漁船卸貨 異鄉鄉長相 像奇怪的雜魚 在漁民眼裡沒有經濟價值 只能繳碎做成養殖魚的飼料 但對海洋學者卻是做研究的寶藏 像這隻呢 這是目前我們還沒有發表的新種 那這是集結魚 就是安康魚的一類群 彌朗滿目的魚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但在海生館副研究員何宣慶眼裡 這裡有一百多種魚 不小心還會找到從沒記錄過的新品種 何宣慶帶著助理 最密集的時候 一周就來找一次魚 說實在真的很多魚都真的都不太不太小 每天這樣看 每天看就知道覺得那個是比較普遍 可是我們偶爾看到 少看到東西就會挑起來給它 因為沒有深海研究船 漁船誤捕捕的雜魚 反而成為珍貴的深海魚研究樣本 何宣慶透過多年取樣反覆把魚帶回研究室記錄 已經確認台灣有多種深海底漆魚的多樣性 是全世界數一數二 安康魚大概我開始做大概全台灣大概二十幾個種 二十三二十四個種 然後到後來我做完研究的時候已經有八十幾個種了 所以大概增加了三倍之多 蜀威雪有到七十一個種 那鯊魚的話有一百九十幾個種 整個軟骨魚 包括蜀威雪安康魚目前記錄到的已經是全世界最多樣 鯊魚烘魚等軟骨魚也有全世界前三名 記錄成果不只豐富台灣生物資料庫 也協助了解生態變化 我們的生物多樣性一直在消逝當中 有些物種一直在滅絕 或者甚至從地區性的滅絕 如果我們現在不把這些標本取回來 然後把它永久的保存在標本 保存在標本館裡面 未來可能我們的子孫看到了只有圖片 海洋生物紀錄難度高也耗時 但學者認為腳步不能停 因為台灣生物多樣性高 台灣很有機會在全世界千分之二的土地上 幾乎到占世界百分之十的海洋生物 記者王家村許鄭俊評論報導 違法盜獵保育類動物層出不從 高雄市刑警大隊昨天晚間根據線報 到林物局齊山一帶林班地 埋伏盜獵山老鼠 果然在清晨查獲了三名嫌犯 載了滿車的山槍屍體 車上還有兩把未登記的土製獵槍 滿地的山槍身上都有多處彈孔 看得出來都是被土製散彈獵槍殺害 高雄市刑警大隊接獲線報 齊山林班地有人盜獵 8號晚上前往埋伏 果然遇到帶著這些獵物要離開的山老鼠 晚上8點就上山開始埋伏 到了深月的時段 在他盜獵之後 要反平地的時候的山區路口 以攔截 除了三槍還有兩隻飛鼠被獵殺 嫌犯中有兩人是原住民 但使用的獵槍並沒有合法登記 他們便稱只是到山區試槍 試過以後就要登記為合法獵槍 但兩把獵槍已經老舊生鏽 根本不是新的 而且試槍就殺了石頭三槍 警方認為根本不合理 雄性三槍的腳也幾乎都被嫌犯割下來 警方認定三人有獵捕保育動物便賣嫌疑 依違反槍炮彈藥管制條例和洞保法移送法辦 記者王界村陳顯坤高雄報導 來關心各地的溫度預測 在北部地區基隆台北桃園新竹苗栗 23到31度 中部地區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24到33度 南部地區台南高雄屏東恆春 25到33度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蘭嶼23到30度 花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19到30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尹心怡 感謝您收看《冥土一時間》 我們再會 美国巴爾地摩局勢剛吻 紐約又傳嚴謹被殺 足以对立升温 无显结构性困境 在一片反全球化身浪中 米兰世博开幕 以吃为主题 未来超市吸金 荷兰农季改善海水研化土地 研发抗盐作户 渴望改善全球粮荒问题 周六周日晚间7点半 HD频道8点半 全球现场深度周报 漫游天下 与您一起探索全世界 让您想不到的结局 在5月9号 请锁定 公事与LINE TV 优美的旋律 带着您一同回到公事频道 那些年 我们是哥 各位老师、家长 你和孩子喜爱拍片 却鼓舞入门管道吗 公事小导演大梦想 争选拍片企划案 只要获选 就可获得公事提供的 专业影像培训辅导 小导演大梦想 在5月 举办短片创作说明会 教您撰写拍片企划 与分享拍片乐趣 详情请上公事官网 我们是有趣